大家好 我是MOP的凱撒路可愛 今天要介紹的是比賽跟排位都有極高出場率的英雄 龍馬 龍馬我自己最愛用的造型是蜜劍艷返 用起來也比較順手 音效很清脆 手感很好 龍馬的角色特性是前期爆發高 全期消耗都很強 龍馬的練習技巧 我會在訓練場或單挑練習 多抓一技能的反向 這樣才能習慣 多利用一技能拉位置 用被動跟二技能打消耗 龍馬的打法 我前期會比較注重在線上打油紙 壓制對手血量 壓殘後可以騷擾敵方野區吃野怪或斷兵線 到中期後敵方裝備慢慢成型 護防撐起來時龍馬會比較難打出爆發 所以盡量以消耗為主 消耗完對手後可以嘗試往中路跑 開始把劍力的優勢帶給隊友 後期的龍馬傷害會比較法力 但可以利用高冷卻不停打消耗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後期沒有敵方視野時 盡量不要先露頭退兵 等敵方退兵時給他整套技能壓低敵方血量 龍馬跟哪些角色比較好搭配 我覺得是機動性高然後一樣能拉打的角色 例如納克羅斯、莫拉、蘭鐸這種 一人摸一下會讓對方血量很難受 龍馬最怕碰到哪三隻角色 我覺得是夜叉、清燕跟星葵 因為夜叉的體質比龍馬好太多了 只要被關到不是殘就是死 清燕則是位移太多 會讓龍馬很難拉打 不小心被流到就很容易被黏到死 星葵則是機動性太高 連冷擊、高爆發都會讓龍馬很難受 鋼槍變爛後的裝備一樣是那樣出嗎? 一樣出鋼槍就好 因為冷卻比較適合龍馬 全弓不是比較有威脅性 也給對方後排很大的壓力 那你會建議出全弓還是半坦 對方沒有角色好黏你或是沒有高爆發 就可以把炎盾換成王者 龍馬是只適合帶叢林遊俠嗎? 龍馬不適合輔助 中路跟魔王路也只是五排看陣容才會出 全弓的話比較適合死亡詛咒 叢林遊俠是打消耗 龍馬的轉線思維是什麼? 什麼時候該放線支援? 線上打不出優勢就可以跑線支援 幫隊友打出優勢 改版後的冰袍似乎沒有和龍馬特別合得上 還會推薦出嗎? 不出冰袍也沒有其他更適合的裝備 不然可以出拘魂 出叢林遊俠那種拉打型的 跟出死亡詛咒那種順傷型的 可以教一下玩法與克制誰嗎? 叢林遊俠好打小青葉娜瑞克 因為比較坦被蹲到也不會死 能夠增加容錯率跟拉打空間 死亡詛咒的話比較好打佛洛倫清艷莫拉 反正硬打打不贏 就一套爆發讓他們殘血再拉掉 去開了 打散雞 解個玩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